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尊重不变会妨碍侮活 因此清大夫们 擅自改动扶桑的标准 并且削减期限 如此一来 严格遵守扶桑制度的燕英 反倒成了异类 燕英的家臣劝说道 这不是如今大夫扶桑的礼仪 燕英不愿随同大柳 但是如果直话直说 传出去会得罪自己的同僚 于是燕英回答道 只有卿才是大夫 以自己不是卿作为托词 既坚持了自己的原则 又避免了与其他大夫产生矛盾 后来孔子听说了此事 赞叹道 燕子不以自己的正确做法 去驳斥别人的错误 言辞谦逊以避开责怪 这就是最佳的行事方式啊 燕英刚刚步入政坛时 正值麒麟宫在位时期 麒麟宫喜欢让宫女 穿男人的服饰 结果都城里的妇女 也纷纷效仿 麒麟宫派官吏去家以静止 凡是遇见妇人穿男装的 就上前撕破衣服 扯断腰带 即便如此 这种女扮男装的风潮 还是没有衰减的迹象 麒麟宫向燕英 询问其中的缘故 燕英回答道 国君您仅仅在宫外 禁止这种风气 就如同在门口挂牛头 却卖马肉一样 您只要让宫女们 不再穿男装 那么外面的妇女 也就再没人敢穿了 麒麟宫听从了燕英的建议 命令宫女们不得再穿男装 结果不到一个月 都城里就没有女扮男装的现象了 公元前554年 麒麟宫去世 其子齐庄公继位 庄公喜好勇力 屡屡发动战争 却没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因此需好国力 燕英多次劝谏 庄公都没能听从 后来齐庄公和上清崔柱的妻子思通 忍无可忍的崔柱在自己的府邸中 又杀了庄公 燕英听说了庄公被杀 乘车来到崔府门外 燕英的随从问 您要自杀以报国君吗 燕英说 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国君 我为什么要跟着他去死 随从问 那么要出逃吗 燕英说 这又不是我的罪过 我为什么要逃 随从问 那么现在直接回去吗 燕英说 国君都死了 回到哪儿去啊 然后燕英感慨道 君主难道是凌驾于百姓之上的人吗 设计才是真正的君主啊 为人臣者 哪里是为了俸禄 是为了保护设计啊 如果国君为设计而死 我也会为国君而死 国君为设计而出逃 我也会为国君而出逃 如今国君因为自己犯下错误而死 我又不是他的宠臣 何必要承担这个责任呢 燕英走进崔府 浮在齐庄公的尸体上大哭 接着起身跳跃了三次 行顿足之力 然后转身离开 崔柱的家臣 劝崔柱杀掉燕英 崔柱拒绝 说他深受百姓爱戴 放了他 可以征得名心 崔柱和庆锋 一同拥立庄公的弟弟公子 楚旧为君 视为齐警公 崔柱出任右下 庆锋出任左下 崔柱庆锋在齐国太妙 与国人结盟 宣读盟书说 不追随崔氏 庆氏的人 只有一死 燕英仰天长叹道 我只追随中军立国的人 请上天为我作证 庆锋见燕英不肯合作 想杀了他 崔柱劝阻道 他是个忠臣 应该放过他 因此燕英得以保全性命 公元前546年 庆锋诛灭了崔氏家族 独揽朝政 第二年 鸾高田豹四族 又共同发动政变 驱逐了庆氏家族 鸾造高差 作为政变的领导者 得以接替庆锋 执掌齐国国政 鸾高二人 与其他清大夫 瓜分了庆氏家族的封闭 把贝殿边境上的诚意 赐给燕英 燕英推辞不受 鸾造问 富有是人人都想要的 为什么唯独您不要 燕英回答说 庆锋占有了诚意 满足了他的欲望 因此流亡再败 我拥有的诚意 不能满足我的欲望 所以平安无事 如果得到贝殿边境的诚意 欲望就会得到满足 满足了欲望 离流亡国外就没有几天了 我不接受诚意 不是讨厌财富 而是怕失去现有的财富 个人的财富 应该是通过法度来加以规范 就如同不博有规定的尺度一样 私利过了头 道德就会败坏 我不敢贪多 就是为了限制私利啊 鸾噪听了这话 把自己分得的大部分诚意 还给了齐景公 高采则将分得的诚意 全部奉还了 之后的几年里 齐国政局趋于稳定 燕英在此期间多次出使他国 燕子石楚的故事 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面对楚灵王的恶意戏弄 燕英机智应对 反而让楚灵王自取其主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田氏家族在齐国悄然崛起 田氏族长田虚吴去世号 其子田吴宇继任族长 田吴宇失惠于名 赢得了齐国百姓的拥护 公元前539年正月 燕英奉命出使靖国 靖平宫设宴款待 席间 靖国贤臣书相问燕英 齐国目前的状况如何 燕英叹息道 齐国已经到末世了 政权也许要落入田氏家族的手中了 我们国军抛弃的百姓 使他们纷纷投靠了田氏 书相询问其中的缘故 燕英说 齐国原来有 斗 驱 斧 中 四种良器 四生为一斗 四斗为一驱 四驱为一斧 十斧为一中 田氏家族的良器要大一些 五生为一斗 五斗为一驱 五驱为一斧 十斧为一中 田氏把粮食借给民众的时候 用自家的粮器 收回粮食的时候 却用公家的粮器 以此来施舍恩惠 田氏把山上的木材和海中的水产 运到市场上 卖价仍然和原产地一样 而我们国军这边呢 民众的劳力 三分之二都用来给国军服务了 只有三分之一为自己谋求衣食 公家聚集的财物堆积如山 民间的老人却受动挨饿 国家刑罚泛滥 很多人被砍掉了脚 因此集市上的鞋子便宜 而假之昂贵 民众受到这样的煎熬 只要有人来关怀 他们自然是爱之如父母 归之如流水了 如此一来 田氏即使不想获得民众的归赋 都难了 在我看来 田氏列祖列宗的魂魄 已经来到齐国的宗庙 准备享受祭祀了 当初 齐景公要为燕音建造新的住宅 说 您的住房靠近集市 低师狭小 喧闹多尘 不宜居住 寡人希望让您住上 宽敞明亮的房子 燕音辞谢道 夏沉的仙人就住在这里 夏沉不足以继承祖业 住在里面 已经是一种奢侈了 而且这里靠近市场 从早到晚都能买到需要的东京 齐感因为建造新房 就劳烦大众 燕音出使靖国期间 齐景公还是为他扩建了住宅 等燕音回国 住宅已经完工了 燕音败谢之后 就拆毁了新宅 恢复旧宅的样貌 并且重建邻居的房屋 让被迫迁走的邻居们搬回来 10月 齐国上清联造去世 燕音哀叹道 危险啊 江姓的清族衰弱了 归姓的田氏家族要昌盛了 子雅 子伟都是精明强干的人 尚且可以维护江姓 如今少了一个江姓危险了 这年冬天 燕简公想除掉清大夫 而改用自己的宠臣 结果燕国的清大夫们 抢先动手 杀掉了燕简公的宠臣 燕简公被迫出奔齐国 本来对于这种大臣驱逐国军的行为 身为诸侯盟主的靖国 是有义务组织联军去讨伐的 然而靖平公丹于享乐 靖国元帅喊起 忙于扩大自家势力 都没有半点出兵的意思 公元前536年11月 齐锦公前往靖国 请求靖平公允诺齐国讨伐燕国 护送燕简公回国 得到靖平公的批准后 齐锦公迅速集结军队 开往燕国边境 燕英却认为这次军事行动 难以善事善终 他说燕博送不回去了 燕国人已另立新军 百姓对新军没有二薪 我们的国君贪财 左右的人阿谀奉承 办大事不讲信用 所以这件事成不了 果然燕国人用欲望 欲贵欲卑贿赂锦公 并且把燕姬嫁给了他 齐锦公兴满一族 和燕国结盟讲和后 就率军撤退了 公元前534年 齐国上清高采去世 高采的儿子高强年少 与高氏关系亲密的 鸾氏组长鸾施 担心这位少主管不住家臣 于是清除了一批 强势的高氏家臣 其他高氏的家臣 对此事感到不满 纷纷议论道 少主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鸾氏却强行干预 高氏的家账 这分明是想吞并高氏 于是这些高氏家臣 准备攻打鸾氏 田氏组长田武宇 听说了此事 打算趁收余力 他把武器发给私兵 准备帮助高氏家臣 田武宇穿上皮甲 正要出门与高氏家臣会合 突然听说鸾氏带人过来了 于是换了一套便服迎接鸾氏 田武宇想试探一下鸾氏 故意问道 高氏的人正准备攻打您 您听说了吗 鸾氏说 没有听说 田武宇见鸾氏 没有弄清楚情况 立刻开始挑拨 您何不先发制人 带兵去攻打高氏呢 我也愿意带上自己的人 跟您一起去 哪只鸾氏听了这话后 勃然大怒 何知道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高强还只是个孩子 我尊尊教导他 唯恐他有什么闪失 如果攻打他 那么该如何面对祖宗 你怎么不把这话 向高强说一遍 田武宇只得向鸾氏磕头道歉 高氏家臣听说了鸾氏的那番话 也不再猜疑鸾氏 于是鸾高两家和好如初 田武宇挑拨离间不成 招来了鸾高两家的厌恶 接下来的两年里 他一直都担心两家会对自己发难 到了公元前532年5月 有一个怨恨鸾高两家的人 密报田武宇和报国 声称鸾氏高强正准备出动 私兵攻打田豹两家 本来就神经紧张的田武宇 立刻把自家的私兵武装起来 然后带着部下去找报国商议对策 报国此时也武装了私兵 派人去打探鸾高两家的情况 结果探子回来报告说 鸾氏高强正聚在一起喝酒 看来之前的密报并非事实 报国有些犹豫了 田武宇劝说道 即使密报是假的 我们也不能收手了 毕竟我们刚才聚集私兵 弄出这么大动静 一定会被鸾氏高强知道的 他们一旦知道此事 肯定会真的来攻打我们 如今他们正在喝酒 毫无防备 我们应该趁此机会 抢先攻打他们 于是田豹二人率军突袭 鸾氏高强措手不及 临时组织私兵抵抗 高强见情况不妙 对鸾氏说 我们先把国军控制住 田豹两家就拿我们没办法了 于是鸾氏高强 带着部队前往公公 想挟持齐警公 齐警公下令关闭公门 阻挡鸾高两家的部队 派遣大副王黑 带上国军的帅旗 领着卫兵去帮助田豹两家 齐警公表明立场 鸾氏高强彻底成为了叛贼 遭到清大副和国人的围攻 鸾高两家的部队接连败退 鸾氏高强见大势已去 出奔鲁国 动乱平息后 田屋宇和豹国 瓜分了鸾氏高氏的财产与土地 燕英不愿看到田氏的力量进一步壮大 于是对田屋宇说 谦让是一种美德 您一定要把这些财产与土地 上交给国军 凡是有血气的人 都有争夺之心 所以强行取得利益 只会引来纠纷 顾及道义才能胜过别人 田屋宇表示同意 他把鸾氏高氏以前从别人那里倾夺的财产土地物归原主 然后把剩下的部分上交给齐景公 除此之外 田屋宇还拿出一部分属于自己的封地 送给那些没有封地的公族成员 随后田屋宇申请退休 齐景公把高唐赐给他 作为养老之地 在此之后 齐景公重新扶持了二手家族 自从齐丁公杀掉国祖 流放高无旧以来 号称天子之二手的国高两家 一直衰弱不振 如今齐景公对国弱高掩加以重用 二手家族于是东山再起 这年七月 纵欲无度的靖平公终于一命呜辜了 齐子靖昭公继位 公元前五百三十年 齐景公与费林公正定公前往靖国朝拜 为了笼络齐国 靖昭公在祥礼结束后 单独设宴招待齐景公 宴会上 两位国君玩起了头壶的游戏 靖昭公先头 靖国上军将中航国担任相邸 祷告道 有酒如槐 有肉如池 寡君众此 为诸侯师 意思是 酒如槐水 肉如高丘 寡君头重 统帅诸侯 靖昭公果然一头而重 齐景公拿起箭 自己祷告道 有酒如绳 有肉如灵 寡人重此 与君戴兴 意思是 酒如绳水 肉如山林 寡人头重 戴君兴盛 景公同样一头而重 齐景公这段祷告词 含有挑战靖国霸权的意味 宴会上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靖国大副士文博上前对中航吾说 您的那段打告词不恰当 我们靖国本来就是诸侯盟主 即使寡君没有头重 也造成不了什么影响 还是不要把头狐这种游戏当回事 否则齐侯就会轻视寡君 今后就不再来朝败了 中航吾不以为然 说道 我们靖国的统帅刚强 士兵勇猛 就像过去一样 齐侯又能如何 中航吾这话表面上是在回应 施文博 实际上是说给齐警公听的 齐国大副公孙守 见情况不妙 赶紧出来打圆场 说天色不早了 国军也累了 我们该回去了 然后拉着齐警公迅速离席 齐警公在宴会上的冒犯行为 引起了靖国的警觉 靖国大副书相 建议靖昭公举行一场兵车之会 彰显靖国的军事实力 震慑齐国这种怀有二星的诸侯 公元前529年7月 靖昭公在魏国的平丘 召集诸侯进行会盟 鲁 宋 魏 正 曹 举 朱 腾 薛 齐 尼等国的国军如期赴会 齐国也接到会盟的通知 但齐警公不愿继续听命于靖国 因此拒绝赴会 靖国的四千辆战车 以及甲氏驻扎在魏国境内 威慑齐国 另一方面 靖国大夫书相前往齐国 责问齐警公不赴会的原因 齐警公说 如果有背叛盟约的国家 诸侯才需要重温过去的会盟 现在各国和平相处 并没有人背叛 为什么还要重新召集诸侯进行会盟 书相严肃地说 重新结盟 是为了向诸侯昭示威严 向神明昭告信义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没有谁敢疏忽大意 现在寡君依照礼仪主持会盟 很担心事情不能办好 盟事所用的牺牲 都为贵国准备好了 就是为了事情能够圆满结束 现在您却非要说 我一定要废除这规矩 重新结盟有什么用 还是请您好好想想 寡君等待您的回复 晋国大军压境 书相的言辞又如此强硬 齐景公有些害怕了 连忙答复 小国有权发表意见 大国有权进行决策 我们齐国怎敢不服从呢 我们知道了 保证恭恭敬敬的前往 随时听候贵国的命令 八月 齐景公赴会 与诸侯递结盟约 表示愿意服从晋国 然而齐景公并没有放弃 复兴还公霸业的愿望 在之后的几年里 齐国仍然试图加强 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 燕音把田阳居推荐给齐景公 说阳居虽然是田氏数子 但他的文才能使众人归顺 武略能使敌人畏惧 希望国君能任用他 齐景公召见了田阳居 与他讨论军国大事 田阳居对答如流 让齐景公非常高兴 于是立刻启用了他 田阳居立下战功 被齐景公任命为大司马 因此后人称他为司马阳居 史记记载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 阳居能申明之 可见司马阳居 能对古代流传的司马法 进行阐述发挥 到了战国时期 田氏齐国的齐威王命令群臣 整理古代的司马法 把司马阳居的兵法也附在里面 命名为司马阳居兵法 以示对司马阳居的推崇 回到正题 公元前526年春 齐景公出兵攻打徐国 徐国人求和 齐景公和徐、谭、举三国的国军 在蒲穗结盟 收取贿赂之后撤军回国 鲁国的叔孙措听说了此事 叹息道 诸侯没有霸主 小国因此受到危害 齐侯这种无道之军 也敢发兵征伐远方的诸侯了 而且擅自与诸侯结盟 居然没有人去管 这都是因为没有霸主啊 这年靖昭公英年早逝 继位的靖清公年幼 靖国军权旁落 六清纷纷谋取私利 无暇顾及齐国挑战 盟主权威的行为 齐景公也就更加放心 大胆的对邻国用兵 公元前523年 齐景公派遣军队 进攻举国 攻陷几章 公元前520年 齐景公再次进攻举国 举贡公求和 第二年 举贡公又想背叛齐国 遭到国人驱逐 齐景公用力的 举贡公的侄子举骁公 从此彻底控制了举国 在对举国用兵期间 齐景公患了疟疾 一年都没有痊愈 宠臣梁秋具对齐景公说 国军近视鬼神 超过先军 如今国军久病不孕 一定是掌管祭祀的驻使 起伏不利造成的 其他诸侯不了解内情 恐怕会认为国军不尽鬼神 何不杀掉驻使 来加以解释 齐景公听了之后很高兴 告诉燕音 燕音极力劝阻 说道 山林里的树木 水泽里的芦苇 田野里的柴河 大海里的水产 国军都派人看守 不肯与百姓共享其力 偏远地方的百姓被强行征召服役 临近国都的官抢 征收高额的官税 世袭的清大夫 抢买商人的货物 国军发布政令没有准则 征收赋税没有节制 公事每天轮流换着住 荒淫无度 不肯悔赶 宫里的宠妾在市场上随意掠夺 外边的宠臣在边境上假传命令 国军的私欲一旦得不到满足 负责供给的百姓就会被治罪 百姓痛苦困乏 都在诅咒国军 即使住室善于起伏 难道还能胜过全国百姓的诅咒吗 国军如果要诛杀住室 只有修养德行之后才可以 习近公听从了燕音的劝阻 放宽政令 拆毁官卡 废除禁令 减轻赋税 并且免除了百姓对官府欠下的债务 不久之后 齐警公的虐心终于痊愈了 于是外出打猎 警公从打猎的地方返回 梁秋巨驾车赶来服侍 警公感叹道 唯有梁秋巨与我和谐啊 燕音听了这话 说道梁秋巨只不过是和国军相同而已 哪里称得上和谐 警公问 相同和和谐不是一样吗 燕音说不一样 和谐就像做汤一样 用水 火 醋 酱 盐 煤 来烹调鱼和肉 使味道适中 味道太淡就增加调料 味道太浓就加水冲淡 君臣之间也是如此 国君认为行 而其中有不行的 臣下指出他的不行 使行的部分更加完善 国君认为不行 而其中有行的 臣下指出他行的部分 而去掉不行的部分 梁秋巨却不是这样 国君认为行的 他也认为行 国君认为不行的 他也认为不行 就像用清水去调剂清水 谁愿意把他当汤来喝呢 如同情色老谭一个音调 谁愿意去听他呢 所以说这种相同不可取 随后 齐警公在船台饮酒 十分尽兴 不由的感慨道 如果自古以来就没有死亡 那么寡人将会多么快乐啊 燕英说 如果自古以来就没有死亡 那么现在享受快乐的 是那些古人 国君哪有什么快乐可言 齐国的土地 最开始是爽旧市居住的地方 之后是祭策市 之后是庞伯林 之后是蒲姑市 再之后就被先军太空占有 如果自古以来就没有死亡 那么快乐的是爽旧市 并不是国君啊 燕子春秋 记载了另外一个 关于齐警公饮酒的故事 齐警公有一回喝酒喝得很高兴 晚上要到燕英家里继续喝 燕英听说齐警公前来 于是身穿巢服出门迎接 问道 诸侯难道有什么变故吗 国内难道出事了吗 您为什么在晚上屈尊来访 齐警公说 寡人想和你一起享受美酒和音乐 燕英推辞道 布置宴席 摆放餐具 需要专门的人管理 我不敢这么做 随后齐警公又前往司马扬居家 司马扬居穿上甲昼出门迎接 问道 诸侯难道进宫我们齐国了 大臣之中难道有叛乱的人吗 您为什么在晚上屈尊来访 齐警公说 寡人想和你一起享受美酒与音乐 司马扬居也和燕英一样加以拒绝 随后齐警公改去梁秋巨家 梁秋巨左手拿着色 右手举着鱼 唱着歌出来迎接 齐警公说 好啊 今晚寡人可以喝个痛快了 没有燕子 扬居 寡人怎么治我 没有梁秋巨 寡人怎能享乐 公元前五百一十六年 有惠心进入齐国的分野 齐警公准备举行 嚷哉求福的祭祀 燕英劝阻道 嚷哉没有什么益处 只能招来欺骗 天道不可欺 如果国君有德 何必嚷哉 如果国君无德 嚷哉又有什么用 诗云 为此文王 小心翼翼 昭示上帝 欲怀多福 绝德不回 已受方果 君王如果没有违背德行 四方的国家自然会来归顺 还怕什么会兴 诗云 我无所见 下后疾伤 用乱之故 民族流亡 君王如果昏溃失德 百姓也会逃往他国 即使再怎么起伏 也于事无补 于是齐警公 就没有举行 嚷哉的祭祀活动 公元前五百零四年 正国被判禁国 投靠齐国 第二年 魏国也倒向了齐国 齐警公见时机成熟 迅速建立了一个反静同盟 公然与晋国对抗 多次入侵与晋国关系亲密的鲁国 公元前五百零一年 齐魏两国联合出兵进攻晋国 齐军出征之前 齐国勇士碧无存的父亲为他提亲 碧无存推掉了婚事 让自己的弟弟娶了那个女子 碧无存对父亲说 如果我立下战功 活着回来 一定要娶到高氏国氏的女子 齐军进攻晋国的宜宜城 碧无存第一个攻上城头 他打算从城墙内侧打开城门 让外面的军队进来 结果功亏一篑在城门下被杀 东郭书第二个攻上城头 黎米紧随其后 对东郭书说 你往左边打 我往右边打 掩护后面的人登上城墙 然后我们在下城开门 东郭书同意 于是向左杀去 不料黎米却直接下城打开城门 抢了头弓 齐军攻陷移移城之后 黎米故意对东郭书说 是我率先登城的 所以才第一个从城门里出来 东郭书生气的说 刚才你把我耍了 现在又来耍我 黎米笑着说 开玩笑的 我跟着你就好像马车的参马 跟着辅马一样 哪里能够抢先 等到齐景公进行赏赐的时候 黎米就把头弓让给了东郭书 东郭书推辞道 黎米与我同生共死 还是赏赐他吧 于是齐景公赏赐了黎米 之后齐军进攻晋国的冠士城 遭遇晋军主力 齐军战败 损失了500辆战车 被迫撤退 此时魏陵宫已经攻克了晋国的武士城 听说齐军作战失利 也随即撤军 齐国大司马田壤居 受到上清国下高章的排挤 一遇而终 田氏家族在齐国政坛上的影响力 有所削弱 这让田氏族长田启对国下高章怀恨在心 关于田启与国下高章的斗争 将在下一集中讲述 这里先搁在一边 公元前500年 为了专心对付晋国 齐景公与鲁国结盟讲和 把问阳之田还给了鲁国 就在这一年 雁英病逝 齐景公十分悲痛 伏在雁英的尸体上哭着说 您从早到晚都忙于指出寡人的过失 寡人尚且还娇奢盈役 让百姓积累了众多的怨恨 如今上天降祸于齐国 使您不幸去世 看来齐国的设计危险了 今后还有谁来指出寡人的过失呢 随后景公把玉佩放在燕音的遗体上 大夫张子劝说道 这么做不合礼仪 齐景公说 哪里用得着礼仪呢 以前寡人和燕子在功夫游玩 他一天之内三次直言禁建 现在还有谁能做到这些 寡人失去燕子就要完了 还讲什么礼仪呢 公元前497年 晋国爆发内乱 中航营 范吉义被元帅智力击败后 盘踞在晋国东部 继续顽抗 齐景公介入晋国内战 出兵帮助中航营和范吉义 公元前493年 晋国的赵央率军围攻昭歌 齐景公建中航营 范吉义快撑不住了 于是向他们提供的一千车粮食 由郑国出兵护送 运往昭歌 赵央率领晋军拦截 在铁支战中把正军打得大败 那一千车粮食也全部被晋军缴获 这年年底 晋国元帅智力去世 赵央继任元帅 嘉景对范氏中航氏的攻势 公元前492年 赵央攻克昭歌 中航营范吉义逃往邯郸 第二年7月 齐景公派遣填起 贤师率军围攻晋国的五路 试图缓解邯郸的压力 但战事颇为不顺 11月 赵央攻陷邯郸 齐景公派遣上清国下 率军会合中山国的军队 将中航营范吉义安置在百人 公元前490年春 中航营范吉义再也撑不下去了 弃城逃往齐国 这年9月 齐景公病重 齐国军队也不得不撤出禁国 齐景公唯一的嫡子早腰 众多的数字中 唯有年少的公子徒受到宠爱 景公想立公子徒为太子 又怕清大夫们不赞成 于是太子之位一直空缺 如今齐景公病危 才正式立公子徒为太子 把他托付给上清国下与高章 9月24日 齐景公病逝 共济在位58年 去世时年近八旬 国下高章共同拥立公子徒起位 齐国即将迎来一场新的动乱 所以强行取得利益 只会引来纠纷 顾及道义才能胜过别人 田巫玉表示同意 他把鸾氏高氏 以前从别人那里倾夺的财产 土地物归原主 然后把剩下的部分上交给齐景公 除此之外 田巫玉还拿出一部分属于自己的封地 送给那些没有封地的公族成员 随后田巫玉申请退休 齐景公把高堂赐给他 作为养老之地 在此之后 齐景公重新扶持了二手家族 自从齐景公杀掉国祖 流放高无旧以来 号称天子之二手的国高两家 一直衰弱不振 如今齐景公对国弱 高掩加以重用 二手家族 于是东山再起 这年七月 纵欲无度的靖平公 终于一命呜呼了 齐子靖昭公即位 公元前五百三十年 齐景公与魏陵公正定公 前往靖国朝拜 为了笼络齐国 靖昭公在祥礼结束后 单独设宴招待齐景公 宴会上 两位国君玩起了投壶的游戏 靖昭公先投 靖国上军将中航国担任相帝 祷告道 有酒如槐 有肉如池 寡君种此 为诸侯师 意思是 酒如槐水 肉如高丘 寡君投重 统帅诸侯 靖昭公果然一头而重 齐景公拿起箭 自己祷告道 有酒如绳 有肉如灵 寡人 寡人 仲此 与君 代兴 意思是 酒如 省水 肉如 山林 寡人 投重 代 君 兴 盛 靖昭公 一头而重 齐景公 这段打告词含有挑战靖国霸权的意味 宴会上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靖国大副大副士文博上前对中航吴说您的那段打告词不恰当我们靖国本来就是诸侯盟主即使寡君没有投中也造成不了什么影响还是不要把投狐这种游戏当回事否则齐侯就会轻视寡君今后就不再来朝败了中航吴不以为然说道我们靖国的统帅刚强士兵勇猛 就像过去一样齐侯又能如何 中航吴这话表面上是在回应施文博实际上是说给齐景公听的齐国大副公遵守见情况不妙赶紧出来打圆场说天色不早了国军也累了我们该回去了 然后拉着齐景公迅速离席 齐景公在宴会上的冒犯行为引起了靖国的警觉 靖国大副书相建议靖昭公举行一场兵车之会彰显靖国的军事实力震慑齐国这种怀有二心的诸侯 公元前529年庆青公年幼 靖国军权旁落六卿纷纷谋取私利 无暇顾及齐国挑战盟主权威的行为 齐景公也就更加放心大胆的对邻国用兵 公元前523年齐景公派遣军队进攻举国 弓箭几章 公元前520年齐景公再次进攻举国 举贡公求和 第二年举贡公又想背叛齐国 遭到国人驱逐 齐景公用力的举贡公的侄子举骄公 从此彻底控制了举国 在对举国用兵期间 齐景公患了疟疾 一年都没有痊愈 宠臣梁秋具对齐景公说 国军尽是鬼神 超过先军 如军国军久病不遇 一定是掌管祭祀的住室 起伏不利造成的 其他诸侯不了解内情 恐怕会认为国军不尽鬼神 何不杀掉住室来加以解释 齐景公听了之后很高兴 告诉燕音 燕音极力劝阻 说道 山林里的树木 水泽里的芦苇 田野里的柴河 大海里的水产 国军都派人看守 不肯与百姓共享其力 偏远地方的百姓 被强行征召服役 临近国都的官抢 征收高额的官税 世袭的清大夫 抢买商人的货物 国军发布政令没有准则 征收赋税没有节制 宫市每天轮流换着住 荒银无度 不肯悔改 宫里的宠妾 在市场上随意掠夺 外边的宠臣 在边境上假传命令 国军的私欲 一旦得不到满足 负责供给的百姓 就会被治罪 百姓痛苦困乏 都在诅咒国军 即使驻使善于起伏 难道还能胜过 全国百姓的诅咒吗 国军如果要诛杀驻使 只有修养德行之后 才可以 齐景公听从了燕音的劝阻 放宽政令 拆毁官墙 废除禁令 减轻赋税 并且免除了百姓 对官府欠下了债务 不久之后 齐景公的瘧疾终于痊愈了 于是外出打猎 景公从打猎的地方返回 梁秋巨驾车赶来服侍 景公感叹道 唯有梁秋巨与我和谐啊 燕音听了这话 说道梁秋巨只不过是 和国军相同而已 哪里称得上和谐 景公问 相同和和谐不是一样吗 燕音说不一样 和谐就像做汤一样 用水 火 醋 酱 盐 煤 来烹调鱼和肉 使味道适中 味道太淡 就增加调料 味道太浓 就加水冲淡 君臣之间也是如此 国君认为行 而其中有不行的 臣下指出他的不行 使行的部分更加完善 国君认为不行 而其中有行的 臣下指出他 您一定要把这些财产与土地 上交给国君 凡是有血气的人 都有争夺之心 所以强行取得利益 只会引来纠纷 不及道义才能胜过别人 田巫宇表示同意 他把鸾氏 高氏 以前从别人那里 倾夺的财产 土地物归原主 然后把剩下的部分 上交给齐景公 除此之外 田巫宇还拿出一部分 属于自己的封地 送给那些 没有封地的公族成员 随后田巫宇申请退休 齐景公把高堂赐给他 作为养老之地 在此之后 齐景公重新扶持了 二手家族 自从齐景公 杀掉国祖 流放高无旧以来 号称天子之二手的国高两家 一直衰弱不振 如今齐景公对国弱 高掩加以重用 二手家族 于是东山再起 这年七月 纵欲无度的靖平公 终于一命呜辜了 齐子靖昭公即位 公元前五百三十年 齐景公与魏陵公 正定公 前往靖国朝拜 为了笼络齐国 靖昭公在祥礼结束后 单独设宴 招待齐景公 宴会上 两位国军玩起了投壶的游戏 靖昭公先投 靖国上军将中航国担任相帝 祷告道 有酒如槐 有肉如池 寡君重此 为诸侯师 意思是 酒如槐水 肉如高丘 寡君投重 统帅诸侯 靖昭公果然 一头而重 齐景公拿起剑 自己祷告道 有酒如绳 有肉如灵 寡人重此 与君戴兴 意思是 酒如池水 肉如山林 寡人头重 戴君兴盛 景公同样一头而重 齐景公这段祷告词 含有挑战靖国霸权的意味 宴会上的气氛 骤然紧张起来 靖国大副士文博 上前对中航吴说 您的那段打告词不恰当 我们靖国本来就是诸侯盟主 即使寡君没有投重 也造成不了什么影响 还是不要把投狐这种游戏当回事 否则齐侯就会轻视寡君 今后就不再来朝败了 中航吴不以为然 说道 我们靖国的统帅刚强 士兵勇猛 就像过去一样 齐侯又能如何 中航吴这话 表面上是在回应士文博 实际上是说给齐景公听的 齐国大副公遵守 见情况不妙 赶紧出来打圆场 说天色不早了 国军也累了 我们该回去了 然后拉着齐景公 迅速离席 齐景公在宴会上的冒犯行为 引起了靖国的警觉 靖国大副书相 建议靖昭公举行一场兵车之会 张是这样 国军认为行的 他也认为行 国军认为不行的 他也认为不行 就像用清水去调剂清水 谁愿意把它当汤来喝呢 如同情色老谭一个音调 谁愿意去听他呢 所以说这种相同不可取 随后齐景公在船台饮酒 十分尽兴 不由的感慨道 如果自古以来就没有死亡 那么寡人将会多么快乐啊 燕英说 如果自古以来就没有死亡 那么现在享受快乐的是那些古人 国军哪有什么快乐可言 齐国的土地 最开始是爽旧市居住的地方 之后是祭策市 之后是庞伯林 之后是蒲姑市 再之后就被先军太空占有 如果自古以来就没有死亡 那么快乐的是爽旧市 并不是国军啊 燕子春秋记载了另外一个 关于齐景公饮酒的故事 齐景公有一回喝酒喝得很高兴 晚上要到燕英家里继续喝 燕英听说齐景公前来 于是身穿巢服出门迎接 问道 诸侯难道有什么变故吗 国内难道出事了吗 您为什么在晚上屈尊来访 齐景公说 寡人想和你一起享受美酒和音乐 燕英推辞道 布置宴席 摆放餐具 需要专门的人管理 我不敢这么做 随后齐景公又前往司马阳居家 司马阳居穿上甲昼出门迎接 问道 诸侯难道进宫我们齐国了 大臣之中难道有叛乱的人吗 您为什么在晚上屈尊来访 齐景公说 寡人想和你一起享受美酒与音乐 司马阳居也和燕英一样加以拒绝 随后齐景公改去梁秋居家 梁秋居左手拿着色 右手举着鱼 唱着歌出来迎接 齐景公说 好啊 今晚寡人可以喝个痛快了 没有燕子 阳居 寡人怎么治我 没有梁秋居 寡人怎能享乐 公元前516年 有惠心进入齐国的分野 齐景公准备举行 阳灾求福的祭祀 燕英劝阻道 阳灾没有什么益处 只能招来欺骗 天道不可期 如果国君有德 何必嚷哉 如果国君无德 嚷哉又有什么用 诗云 唯此文王 小心翼翼 昭示上帝 欲怀多福 绝德不悔 已受方国 君王如果没有违背德行 四方的国家自然会来归顺 还怕什么会兴 诗云 我无所见 下后即伤 用乱之故 民族流亡 君王如果昏溃失德 百姓也会逃往他国 即使再怎么起伏 也于事无骨 于是齐景公就没有举行 嚷哉的心 田豹两家就拿我们没办法了 于是鸾师高强带着部队前往公公 想挟持齐景公 齐景公下令关闭公门 阻挡高两家的部队 派遣大副王黑带上国君的帅旗 领着卫兵去帮助田豹两家 齐景公表明立场 鸾师高强彻底成为了叛贼 遭到清大夫和国人的围攻 鸾高两家的部队接连败退 鸾师高强见大势已去 出奔鲁国 动乱平息后 田武语和豹国 瓜分了鸾师高士的财产与土地 燕英不愿看到田士的力量进一步壮大 于是对田武语说 谦让是一种美德 您一定要把这些财产与土地上交给国君 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夺之心 所以强行取得利益 只会引来纠纷 顾及道义才能胜过别人 田武语表示同意 他把鸾师高士 以前从别人那里倾夺的财产 土地物归原主 然后把剩下的部分上交给齐景公 除此之外 田武语还拿出一部分属于自己的封地 送给那些没有封地的公族成员 随后田武语申请退休 齐景公把高堂赐给他 作为养老之地 在此之后 齐景公重新扶持了二手家族 自从齐景公杀掉国祖 流放高无旧以来 号称天子之二手的国高两家 一直衰弱不振 如今齐景公对国弱高掩加以重用 二手家族于是东山再起 这年七月纵欲无度的靖平公 终于一命呜辜了 齐子靖昭公即位 公元前五百三十年 齐景公与魏陵公正定公 前往靖国朝拜 为了笼络齐国 靖昭公在祥礼结束后 单独设宴招待齐景公 宴会上两位国君 玩起了头壶的游戏 靖昭公先头 靖国上军将中杭吴担任相礼 祷告道 有酒如槐 有肉如池 寡君种此 为诸侯师 意思是 酒如槐水 肉如高丘 寡君投重 统帅诸侯 靖昭公果然一头而重 齐景公拿起箭 自己祷告道 有酒如绳 有肉如灵 寡人种此 与君待兴 意思是 酒如物省水 肉如山林 寡人投重 带君兴盛 景公同样一头而重 齐景公这段打告词 含有挑战靖国霸权的意味 宴会上的气氛 骤然紧张起来 靖国大副士文博上前对中航吴说 您的那段打告词不恰当 我们靖国本来就是诸侯盟主 即使寡君没有投重 也造成不了什么影响 缘故 燕音说 习国原来有道 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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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种良器 四生为一道 四道为一驱 四驱为一驱 十驱为一驱 十驱为一驱 田氏家族的良器要大一些 五生为一道 五道为一驱 五驱为一驱 十驱为一驱 田氏把粮食借给民众的时候 用自家的粮器 收回粮食的时候 却用公家的粮器 以此来施舍恩惠 田氏把山上的木材 和海中的水产 运到市场上 卖价仍然和原产地一样 而我们国君这边呢 民众的劳力 三分之二都用来给国君服务了 只有三分之一 为自己谋求衣食 公家聚集的财物堆积如山 民间的老人却受动挨饿 国家刑罚泛滥 很多人被砍掉了脚 因此集市上的鞋子便宜 而假之昂贵 民众受到这样的煎熬 只要有人来关怀 他们自然是爱之如父母 归之如流水了 如此一来 田氏即使不想获得民众的归负 都难了 在我看来 田氏列祖列宗的魂魄 已经来到齐国的宗庙 准备享受祭祀了 当初齐景公要为燕英建造新的住宅 说您的住房靠近集市 低师狭小 喧闹多尘 不宜居住 寡人希望让您住上宽敞明亮的房子 燕英辞谢道 夏沉的仙人就住在这里 夏沉不足以继承祖业 住在里面已经是一种奢侈了 而且这里靠近市场 从早到晚都能买到需要的东西 齐感因为建造新房就劳烦大众 燕英出使靖国期间 齐景公还是为他扩建了住宅 等燕英回国 住宅已经完工了 燕英败谢之后 就拆毁了新宅 恢复旧宅的样貌 并且重建邻居的房屋 让被迫牵走的邻居们搬回来 十月 齐国上清联造去世 燕英哀叹道 危险啊 江姓的清族衰弱了 归姓的田氏家族要昌盛了 紫雅 紫尾都是精明强干的人 尚且可以维护江姓 如今少了一个江姓危险了 这年冬天 燕简公想除掉清大夫 而改用自己的宠臣 结果燕国的清大夫们 抢先动手 杀掉了燕简公的宠臣 燕简公被迫出奔齐国 本来对于这种大臣驱逐国君的行为 身为诸侯盟主的晋国 是有义务组织联军去讨伐的 然而静平公单于享乐 晋国元帅韩起 忙于扩大自家势力 都没有半点出兵的意思 公元前536年11月 齐景公前往静国 请求静平公允诺齐国讨处 没有梁秋剧 寡人怎能享乐 公元前516年 有惠心进入齐国的分野 齐景公准备举行 嚷哉求福的祭祀 燕鹰劝阻道 嚷哉没有什么益处 只能招来欺骗 天道不可欺 如果国君有德 何必嚷哉 如果国君无德 嚷哉又有什么用 诗云 为此文王 小心翼翼 昭示上帝 欲怀多福 决德不悔 以受方国 君王如果没有违背德行 四方的国家自然会来归顺 还怕什么惠心 诗云 我无所见 下后即伤 用乱之故 民族流亡 君王如果昏溃失德 百姓也会逃往他国 即使再怎么起伏 也于事无骨 于是齐景公 就没有举行 嚷哉的祭祀活动 公元前504年 郑国被判禁国 投靠齐国 第二年 魏国也倒向了齐国 齐景公见时机成熟 迅速建立了一个反静同盟 公然与晋国对抗 多次入侵与晋国关系 亲密的鲁国 公元前501年 齐魏两国联合出兵 进攻晋国 齐军出征之前 齐国勇士 毕无存的父亲 为他提亲 毕无存推掉了婚事 让自己的弟弟 娶了那个女子 毕无存对父亲说 如果我立下战功 活着回来 一定要娶到高氏 国氏的女子 齐军进攻 晋国的依依成 毕无存第一个攻上城头 他打算从城墙内侧 打开城门 让外面的军队进来 结果功亏一篑 在城门下被杀 东郭书第二个攻上城头 黎米紧随其后 对东郭书说 你往左边打 我往右边打 掩护后面的人 登上城墙 然后我们在下城开门 东郭书同意 于是向左杀去 不料黎米却直接下城打开城门 抢了头弓 齐军攻陷移一城之后 黎米故意对东郭书说 是我率先登城的 所以才第一个从城门里出来 东郭书生气的说 刚才你把我耍了 现在又来耍我 黎米笑着说 开玩笑的 我跟着你 就好像马车的参马 跟着辅马一样 哪里能够抢先 等到齐景宫进行赏赐的时候 黎米就把头弓 让给了东郭书 东郭书推辞道 黎米与我同生共死 还是赏赐他吧 于是齐景宫赏赐了黎米 之后齐军进攻 晋国的冠士城 遭遇晋军主力 齐军战败 损失了500辆战车 被迫撤退 此时魏林宫 已经攻克了晋国的武士城 听说齐军作战失利 也随即撤军 齐国大司马田壤居 受到上清 三分之一 为自己谋求衣食 公家聚集的财物堆积如山 民间的老人却受冻挨饿 国家刑罚泛滥 很多人被砍掉了脚 因此集市上的鞋子便宜 而假之昂贵 民众受到这样的煎熬 只要有人来关怀 他们自然是爱之如父母 归之如流水了 如此一来 田氏即使不想获得民众的归附 都难了 在我看来 田氏列祖列宗的魂魄 已经来到齐国的宗庙 准备享受祭祀了 当初齐景公要为燕音建造新的住宅 说 您的住房靠近集市 低师狭小 喧闹多尘 不宜居住 寡人希望让您住上宽敞明亮的房子 燕音辞谢道 夏臣的先人就住在这里 夏臣不足以继承祖业 住在里面已经是一种奢侈了 而且这里靠近市场 从早到晚都能买到需要的东西 齐赶因为建造新房 就劳烦大众 燕音出世靖国期间 齐景公还是为他扩建了住宅 等燕音回国 住宅已经完工了 燕音败谢之后 就拆毁了新宅 恢复旧宅的样貌 并且重建邻居的房屋 让被迫迁走的邻居们搬回来 十月齐国上清联造去世 燕音哀叹道 危险啊 江姓的清族衰弱了 归姓的田氏家族要昌盛了 子雅子伟都是精明强干的人 尚且可以维护江姓 如今少了一个江姓危险了 这年冬天 燕俭公想除掉清大夫 而改用自己的宠臣 结果燕国的清大夫们 抢先动手 杀掉了燕俭公的宠臣 燕俭公被迫出奔齐国 本来对于这种大臣驱逐国军的行为 身为诸侯盟主的靖国 是有义务组织联军去讨伐的 然而靖平公单于享乐 靖国元帅韩起 忙于扩大自家势力 都没有半点出兵的意思 公元前536年11月 齐景公前往靖国 请求靖平公允诺齐国讨伐燕国 护送燕俭公回国 得到靖平公的批准后 齐景公迅速集结军队 开往燕国边境 燕英却认为这次军事行动 难以善事善终 他说 燕博送不回去了 燕国人已另立新军 百姓对新军没有二新 我们的国军贪财 左右的人阿谀奉承 办大事不讲信用 所以这件事成不了 果然燕国人用御旺 御贵 御卑贿赂景公 并且把燕姬嫁给了他 齐景公兴满一族 和燕国结盟讲和后 就率军撤退了 公元前534年 齐国上清高采去世 考虑